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一日挑戰系列 我是BPW iPad是否能取代Mapoo 一直是大家多年以來討論的問題 自從M3iPad Air推出之後 它強大的效能以及它的價格真的是令人行動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我想要透過我一整天的工作來實測給大家看 搭配M3iPad Air、鍵盤以及Apple Pencil 從我早上的行程安排到線上會議 回覆信件、公司的協作軟體 以及出門拜訪廠商、剪輯影片 到點子發想 以及我最後的行程回顧 這一些所有的行程 到底能不能只透過iPad Air來解決 而可以直接完全取代Mapoo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上起床時 我使用Notion查看我的行程以及規劃我的行程 我自己用Notion建立了一個專案管理總表 有五個非常實用的功能 第一個我會使用Notion的圖表功能 它可以查看我待辦事項的進度狀態 我的篩選器是設定以一個月為單位 所以我這個圖表就可以看到我月底之前未完成、進行中以及已完成的事情有哪些 非常的視覺化 點擊下去之後就可以看到更細節需要完成的事情 第二個我最常使用的其實是月曆的視角 我也會設定不同的篩選器 包含學校、YouTube、公司、個人等等 好處是不會讓我整個行程塞飽 讓整個行事力看起來很擠 除此之外 我可以在每個類別的時候做事更加的專注 更清楚他們各自的待辦事項 比如說我在進行工作的行程 我就打開工作的篩選器 我就不會去分心看到台大行程 最大的好處是 我在篩選器視角當中 新增行程的時候 我就不需要在Notion裡面去選擇我要新增在哪一個類別了 它的公司就會直接建立在公司的視角當中 而且我在Notion Calendar當中 我就可以直接看到不同的顏色 非常的方便 在iPad Air上面 我還可以直接設定Notion Calendar的Widget 所以我一打開平板 進入桌布 我就可以看到我今天所有的行程 在Notion當中 我也可以使用甘特圖來輔助 更清楚我每個小時該做什麼事情 當我有行程完成的時候 我會打開減合器視角 當我有行程完成的時候 我可以直接打開減合表視角 用單選或是多選的方式勾選我完成的行程 我這段時間使用iPad Air 在搭配Notion基本上非常可以取代MacBook 因為所有的篩選器、行程、功能 它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它還是有三個非常大的差別 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Notion在iPad裡面 它居然沒有支援標籤頁 所以我就不能快速切換不同的頁面 或是切換不同帳號的Notion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觸控版 觸控版的功能基本上非常難滑動 我自己覺得在iPad上面用手指頭是最快的 那在Notion Calendar的部分 它居然沒有像Notion App一樣 它有支援橫式 它居然只有支援手機版本的指向 這部分也是希望未來軟體能夠優化的 規劃完行程之後 接下來就開始進入工作 早上我先快速進行一個Logo線上會議 那我是使用Zoom搭配螢幕分隔的功能 快速進行會議記錄 那iPad Air它改成橫向的鏡頭 真的是開會的大舊型 終於不會有奇怪的死亡視角 那在會議記錄的部分 我同時也會搭配我的Notion會議記錄模板 大家可以參考我先前拍攝過的影片 那除了會議之外呢 早上我最常做的例行公司當然就是恢復我的廠商 恢復信件 所以不管是公司還是我的頻道都會有非常大量的信件 那我管理信件以及管理合作夥伴的方式 我就是使用Notion管理 我使用表格的方式 可以清楚的看到我每個合作廠商現在的進度 報價以及我你好的信件內容 那如果有英文信件或是一些更技術性的信件 我通常會直接結合GPT的功能 GPT它可以設定不同的專案資料夾 方便工作上面的管理 此外我覺得iPad它GPT App相比於電腦的網頁版 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好處 就是它不容易當機 當我在使用一個GPT的對話紀錄當中 它有非常多的對話內容的時候 它在下一次開啟的時候就會變得非常的當 但是在AppApp版本完全不會有這個問題 大家還記得嗎 上個月GPT大當機的時候 我在iPad裡面使用GPT 就不會像網頁版受到影響 那其他的公司協作軟體像是Slack 可以回覆公司內部訊息 Outlook表格軟體進行暴障 所以在白天工作上面 取代Mapbo的話 其實只要有支援App 以及善用目前調度螢幕分隔的功能 基本上一般的公式都可以好好的處理 但是有一些小缺點 比如說像是有一些手勢 它沒有整合得很完整 有些App它沒有辦法使用觸控板放大縮小 比如說Safari裡面 你一個頁面裡面 它有兩種放大縮小的地方 那在iPad裡面就基本上非常困難可以操作完成 時間到了中午 今天的行程和平常比較不一樣 我今天要去拜訪合作廠商 跟他們討論一下下半年的合作規劃 以及一些新產品的測試 那我為了實踐今天的挑戰 所以我只攜帶了iPad Air 以及最新推出的Magic Keyboard 加上Apple Pencil Pro出門 那必須說我真的很喜歡白色這個配色 還有它這個鍵盤摸起來的質感 它是介於一種皮跟布之間的感覺 它抓起來很有阻力 所以不太會從手上滑掉 而且我最喜歡的是它中間的這個金屬轉軸 真的讓整個鍵盤使用起來更加的堅固 它的重量也夠 不會直接翻到後面去 然後看起來也很有質感 不過小小的缺點就是 這代觸控板反而比上一代更小 所以我自己使用起來到目前還沒有到非常的習慣 到了廠商公司之後呢 我們就展開一系列的產品測試 測試一下未來要開發出的新保護殼 新的產品它在不同iPad上面的應用 那同時我們也到Apple相關的門市 以及辦公室當中進行實際的測試 那透過我自己的創意以及反饋 那希望可以讓未來推出的這些新產品變得更好 所以大家也敬請期待 未來YouTube有這一系列的新產品 會開箱給大家看 在出門以及拜訪廠商的這段過程當中 iPad它的便利性就完美展現在這個環節 不管是便習型還有鍵盤結合Apple Pencil的兩用 讓我可以非常快速的使用Apple Pencil 勾勒出我的點子給廠商看 所以它變成一個非常彈性的行動裝置 甚至要拿來拍照也可以 所以它在電腦跟行動裝置這兩用的過程當中 讓我真的體會到它的方便性 接下來繼續開車馬不停蹄的趕場 晚上我要到板橋去打桌球 所以跟廠商聊完之後呢 我就馬上開車過去板橋 但是因為時間還是下午 所以在等到晚上之前呢 我先找了一個咖啡廳來進行下午的辦公 那下午的我通常會進行影片剪輯 以及點子發想兩件事情 那在影片剪輯的部分 我自己非常推薦一個軟體叫做LumaFusion 它是專門為iPad設計的專業剪輯軟體 所以大家在YouTube上面看到我的影片 幾乎都是用LumaFusion所剪輯的 重點是它只要960元就可以買一段 我當時還很幸運遇到了半價 所以我只花了480元就買了 所以相較於Final Card Pro 相較於Adobe的這些訂閱制 它真的是非常的便宜 重點是它還能用480元960元的這個價格 跨平台在MacBook、iPad、iPhone上面使用 然後接著講到它的功能的部分 我最喜歡它的功能 就是它的設定位移、裁切等等的動畫功能 我們可以透過設定開頭時間軸以及結尾時間軸 它中間的這個變化量 那我們就可以讓影片的畫面逐漸放大或是逐漸的裁切 比如說大家可以看到我之前APP開發的這個宣傳影片 我就是使用了這個剪輯的功能 讓我的畫面可以邊移動邊切割成兩個部分 雖然說LumaFusion它價格不是這種高檔剪輯軟體 但是它卻包含了非常多專業的功能 它包含了12個軌道 包含了6個影片軌以及6個音軌 還有非常豐富的字體以及特效 那它還可以直接外接插入隨身碟來存取檔案 所以不怕iPad它的容量會炸掉 而且它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酷的功能 就是它影片匯出的目的地 可以直接選擇YouTube 所以對我這個YouTuber來說 我就不需要匯出之後 然後再去找檔案 然後再打開我的YouTube去上傳我的影片 我可以直接在LumaFusion裡面 就可以直接做完我的影片 根本就是專門為YouTuber設計的軟體 而且M3的iPad Air 它這次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效能 大家還記得我之前的實測影片嗎 10分鐘4K的影片 它匯出只需要5分45秒 而且還支援了ProRes影片格式 所以我覺得1萬9的這個價格 讓我剪片起來真的是覺得超級划算 根本不需要帶到M3的MacBook Pro了 把影片成功上傳到YouTube之後呢 有空檔的時間 我就會繼續發想我的新題材 畢竟YouTuber就是一個要有固定產出的人 那我自己最愛用的軟體 叫做Haptabase 它這個內容長得非常像Notion 但是它其實是新制圖軟體 這個軟體真的超級好用 無論是我的質額規劃、課堂筆記、頻道影片的所有腳本發想 甚至是我碩士論文的資料整理 它全部都可以使用 它的樹狀圖它可以無限延伸 分類到不同的點 那我通常會使用Notion列點 然後再把它寫成樹狀圖 然後它還有兩個功能我非常喜歡 第一個功能的話 它不只支援樹狀圖的功能 我可以放入任意的文件 放入照片 都可以放到這個Haptabase裡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說我的論文 我就可以放入一些參考文件在裡面 那我可以直接在Haptabase裡面畫重點 或是直接把這份文件連結到其他我自己已經寫好的概念 幫助我論文的進行 或是說大家可以看到我拍攝的GPT影片的腳本 因為我有生成非常非常多的圖片 所以我就可以把我生成結果一起放到樹狀圖裡面 方便我去整理我的腳本 那我在拍影片的時候 我就可以直接看著我Haptabase的內容 直接去講出我影片的內容 而且Haptabase它最近還推出了新的共編的功能 所以比如說我們想要整理一些AI的相關時事 可以邀請一群朋友進來 一起完成這個樹狀圖 增加你的效率 所以講到這兩個軟體 它是否能取代MacBook呢 那首先來講到LumaFusion 我覺得它可以取代MacBook的點 就是它不只可以使用觸控板 我還可以使用Apple Pencil的操作加上手指 所以我實際上在剪輯影片的時候 是比電腦來的更有效率 但因為這個軟體它本來就是原生為iPad所設計的剪輯軟體 所以本來就是在iPad上面會比MacBook來的好用 那再來講了Haptabase 因為它的介面跟功能 基本上就跟MacBook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我在電腦上面使用 跟在iPad上面使用是沒有太大的差別 但是它還是有幾個非常大的缺點 就是它在App的模式當中 居然沒有支援觸控板的放大手勢 所以比如說我要把這個樹狀圖放大 我居然只能用手指頭來放大 但是我後來發現我可以使用網頁板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在iPad Air它特色的體現上面呢 我們就可以用樹狀圖連結的時候 可以直接使用Apple Pencil來連結樹狀圖跟樹狀圖 我覺得這個是比在電腦操作上面來的更直覺的 所以整體來說我覺得LumaFusion跟Haptop Base 他們在iPad的使用上面我覺得是優於MacBook的 那進入到晚上的行程就是一個比較休閒的行程 所以我會跟朋友打個桌球一起吃個晚餐 那休息的時候我也會用iPad Air來看個影片 那iPad Air它基本上畫面跟音質的表現都是非常不錯的啦 對因為畢竟也跟過往2018年之後到2022年的iPad Pro 它的畫質它的螢幕它的顯示其實一模一樣的 那音質的部分雖然沒有像iPad Pro來那麼立體那麼大聲 但基本上表現得也非常不錯 大家可以去看先前的實測影片 那在睡前的話我會進行兩件事情 首先我會用Notion來規劃我隔天的行程 那在規劃行程的時候我會用一個技巧 就是我會把大任務拆成小步驟 比如說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我製作我們公司的專案管理的篩選器 我們就會分成專案名稱以及專案各個階段的事項 所以這樣子的好處就是我有很多相同專案名稱 比如說官網 官網可能就包含了網站的表單 網站本身的內容以及網站的UI 那你看它平常就是散落在我們的各個專案裡面嘛 對那這時候呢我就可以透過各專案進度 我就可以去掌握我官網的這三件步驟 那它的未開始進行中以及已完成的狀態 有時候把大任務拆成小步驟 會比較方便你去執行 比如說你今天要完成一個網站 你可能一開始要做下去就會毫無頭緒 但是當你把每個日期每個步驟寫好之後 那你其實會非常方便的去執行它 那睡前最後一件事情 我就會使用我人生中最愛用的軟體 就是GoodNotes 我在睡前30分鐘的時候呢 我就會使用GoodNotes去看一下我當天的行程 稍微回顧一下看一下有沒有哪些行程 是排得太緊密或是要調整的 那更重要的是我會規劃隔天的行程 我會預先把隔天的行程大概的用手寫的方式寫好 並且我會收好我隔天要準備的東西 對因為有時候趕著出門真的很容易忘記 然後同時也可以去記錄我有沒有哪些事情是超前的 有沒有哪些事情是落後的 那這邊想要告訴大家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就是睡前的時候一定要維持放鬆 所以建議大家在睡前的時候 你就是好好專注的規劃行程 但是你不要再滑手機或是做其他事情 不然其實你隔天狀態不好的話 你的隔天等於是整個浪費掉了 然後我這邊還會做一件事情就會 我會花五分鐘來想像明天的我會過得怎麼樣 會長得怎麼樣 對所以大家可以在規劃好隔天行程的時候 先去思考一下隔天自己的狀態 或是自己會遇到哪些事情 比如說我確定明天會到哪一家店去吃早餐 那吃完早餐之後 我可能會搭捷運到哪裡去 當你去想好這些 你明天會進行行程的時候 其實是間接可以讓你變得更好睡 然後你也會去 在明天進行行程的時候 你不會去拖延 因為你已經事先去彩排好 你明天的行程是什麼了 所以這個方式就建議給大家 影片最後就來跟大家聊聊 M3 iPad Air 它究竟是否能取代MacBook呢 那我覺得基本上 它可以取代85%生活以及工作當中的代辦事項 iPad Air它論功能豐富性來說 它其實包含了觸控板 包含了鍵盤 還有觸控筆Apple Pencil來寫字 以及可以用手指頭來觸控 所以我們論功能多元性來說 它其實是遠勝出於MacBook的 所以你是下列這五種人的話 我覺得iPad Air它會非常適合你 第一種是筆記型的人 你每天會需要用到寫字的人 那你就不需要帶兩台裝置出門 而且像我自己有靈感的時候 我自己就很常使用手寫的方式 我發現用手寫的方式記錄下來 會比你使用文字的方式打字在電腦裡面 對你大腦記憶來的更好 那第二個是編輯型的人 比如說你的工作型態是文件編輯 大量文字處理 圖文夾雜的功能 那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從相簿當中 去擷取圖片放到文件當中 你就不需要跨裝置的使用 那第三個的話是創作型的人 經常使用圖片編輯 設計時手繪 或是影片的剪輯還有編輯 那你就可以快速把你畫好 在iPad裡面的素材 直接在平板裡面編輯 或是做成影片 那第四種類型的人 就是業務型的人 因為iPad Air它畢竟非常的輕便嘛 所以你是追求輕便好攜帶 體積不會太大 然後你會經常給客戶 或是合作夥伴看資料的話 那iPad Air也是一個非常輕便的選擇 那第五種人的話 就是你本身非常習慣iOS的生態系 比如說我是一個經常使用iPhone的人 所以iPad它基本上使用起來 跟iPhone的功能是非常接近的 而且它的好處又是它的螢幕更大 那它又比iPhone多了更多 可以做複雜工作的一些功能 那接著我們就來講 那另外這15%不適合用iPad Air的人 那iPad Air它的缺點有哪些呢 那首先就要來講iPad Air它整體的設計邏輯 它把很多電腦的簡單邏輯複雜化了 像是分頁或是多個視窗的功能 我們在電腦上面使用就非常的直覺 每個分頁就可以很快速用一個手勢 我們去找到它 或是在網頁上面使用的鼠標非常的精確 我們要放大哪裡都可以放大 但是iPad它的設計就很像為了手指頭而妥協 比如說我們講到目前調度的功能 目前調度它的功能其實是很專注在 頁面的前後順序以及放大縮小 並且還有控制頁面的總數量 所以我們在手指頭上面是很好操作 我們可以很快速的放大縮小頁面 但是當我們使用iPad的觸控板的時候 它非常的縮放 光是要把網頁關閉或是縮小 我們都還需要多點一層功能鍵 我們才可以去找到 所以它整個觸控板的設計 就彷彿我們的手指頭的形式一樣 它處處充滿著不精確 那第二種原因就是如果你是工程師 你經常使用到coding前後端 那這個就直接建議你去買電腦了 所以影片最後的結論就是 你會不會用到手寫這個功能 其實是一個大關鍵 因為這個才是iPad它最獨有的功能 那如果你完全用不到手寫的話 那基本上你買一台MacBook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真的完全用不到手寫的功能 那基本上iPad也不會是你的考量之一了啦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大家再見